请允许我 在正式发言之前 给大家 看一样的 进入会场之前 牧野先生 为了讨好我 争夺山东的特权 把这块金表 送给了我 牧野男爵愤怒了 他真的愤怒了 姑且算是我 偷了他的金表 那么我倒想 问问牧野男爵 你们日本 在全世界面前 偷了个山东省 山东省的 三千六百万人民 该不该愤怒呢 四万万中国人 该不该愤怒 我想请问 日本的这个行为 算不算是 大气 是不是无耻啊 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圣者 孔子和孟子 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孔子 孔子 犹如西方的耶稣 山东是中国的 无论从经济方面 还是战略上 还有宗教文化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 就像 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尊敬的主席各下 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很高兴能代表中国 参加这次合会 我自敢责任重大 因为我是代表了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 在这里发言 刚才沐尔先生 说中国是 为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 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 请看 战争 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 就达十四万 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 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 在流血 在牺牲 我想请大家再看一张 在法国战场上 牺牲的华工墓地照片 这样的墓地 在法国 在欧洲 就有十几 他们大多 来自中国的山东省 他们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赢得这个战胜 换得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 因此 中国代表团深信 会议 在讨论中国山东省的问题的时候 会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合法攻击 也就是主权和灵魂完整 否则 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固执 世界 不会得到暗礼 我的花板了 谢谢 谢谢